如果今天是林北好友 他告訴黃國昌說 我演說我被恐嚇 那你配合我一下 如果有這個證據才有 你黃國昌才要負責 所有人相信林北好友被恐嚇 都是屬於善念 除非你今天是跟他勾串 你才需要出來道歉 否則真的沒什麼好道歉的 因為這是林北好友自己的行徑 善良不應該被犧牲 就是我們會相信他 他被恐嚇 是因為我們覺得 他真的有這件事情 而我們基於人性的 這個是人性最善良的那一面 你看到有 比如說你認識的人 或者是你不認識 即便你不認識 你看到一個人被欺負 你都會想要伸出援手去伸援 這個是人性的光明面 那結果今天我們去幫忙也好 我們去伸援也好 結果居然要被反過來說 哎呀你們翻車了 哎呀怎麼樣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完全是一件 就有點像說 你被詐騙集團詐騙了 你在一群人在那邊笑 哎呀你怎麼那麼笨還被PM 哎不只喔 還說你比詐騙集團還可惡 這邏輯不對 現在側翼就出動了 你把黃國昌留言 我會覺得 其實我覺得最氣的是什麼 其實像黃國昌 你要說如果今天是林北好友 他告訴黃國昌說 等一下我會在你的節目裡面 哎我會演一出 因為我想要退場 所以我會演說我被恐嚇 那你配合我一下 你就遞個衛生紙 如果有這個證據 才有 你黃國昌才要負責嘛 他不知情嘛 表面上看到的是 林北好友他的怯懦 他所謂的怯懦 但是我看到的是民進黨的怯懦 對 然後 跟這些側翼 跟這些打折水棍上 這些人的怯懦 為什麼 他被檢驗嘛 不堪被檢驗嘛 要用這個破口進去 然後整個掀翻嘛 然後他們太怕黃國昌了 他們覺得打到黃國昌 太開心了 對他們對綠營昨天晚上 那種興奮 他們就覺得 你看又打到你了 太好了 可是不管了 我覺得今天 其實在野黨也沒有什麼 其實很多有一些立委 你會委屈什麼道歉 我感覺有一些也不用 為什麼 因為你 所有人相信 林北好友被恐嚇 都是出於善念 除非你今天是跟他勾串 你才需要出來道歉 否則真的沒什麼好道歉的 因為這是林北好友自己的心境 綠色的彈是真的 黑色的彈是真的 把國產彈跟進口彈 混在一起是真的 然後巴西爾彈飆過期是真的 這些都是真的啊 超市還沒有揭曉啊 對啊 所以裡面有很多的疑點 都還沒有澄清 可是因為我們講 林北好友最大的罪過 我們的輿論的戰場 被所謂的塔綠班也好 或是說被民進黨的 側翼們全面的席捲 而且他們會非常囂張的 去霸凌所有跟他們 一見不同的人 這才是最可怕的 賴清德他今天 回應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上午受訪的時候表示 如果記者問的是真的 那將是台灣民主化之後 第一次有在野黨黨工 以制導自演的方式 抹黑政府 沒有耶 這應該不是第一次啦 他是跟林北好友制導自演耶 那個黨工沒有抹黑政府耶 你所謂的抹黑 你應該指的是林北好友吧 林北好友他自己炸鍋 自己制導自演 自己害了自己 他哪裡抹黑你啊 他沒有抹黑政府 他抹黑自己了吧 他在口喝自己 口喝自己了吧 他們是故意的 他們要把整個案情 導向林北好友 整個對政府的監督 都是制導自演 都是陰謀